美鳳有約 嗨,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在前面那裡三十六七棟 我剛才在家裡都沒有開 冷開 稍微找一個電風而已 我去家裡一天要洗三十次 辛苦 因為一直流汗 我流汗都從這裡開始一直流 如果太久洗的時候 真的不可以洗太燙 洗好再整身 洗個頭髮 洗澡去洗澡 我又很辛苦 所以有時需要開一個冷氣 有時吃東西 沒辦法吃太熱 因為很辛苦 好,這個夏天的時候 我們就來準備吃什麼 所以今天的來賓要來跟我們分享 比較清爽的這個涼麵 但是又必須要有一些營養 我們怎樣管理一下我們的營養呢 因為體重也是很重要 如果胖 痠得太冷 很容易流汗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兩位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營養知識這方面的信息 好的,我們歡迎 醫藥記者全佳麗 還有營養博士詹淑婷 歡迎二位 我是醫藥記者全佳麗 我是營養博士 詹淑婷 今天運氣方約什麼呢 精美美食好享受 生活實在好精采 歡迎 最近天氣很熱 真的 剛才說就吃涼麵很好 但是也要記得有一點營養 所以我們還是有煮湯 對 不只有涼麵而已 好,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分享 今天要作這些料理了 我們先來三道 對 今天主要有兩個料理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腰果 然後它燉一個排骨湯 好 對 好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是 荊棘藜麥的一個雞肉冷麵 對 兩百克 紅棗十顆 老薑兩片 米酒一匙 鹽少許 其實今天準備這道料理 主要是因為就是 有些在瘦身的人 他可能就是會 譬如說不吃東西等等 可是其實有時候 你不吃東西的時候 肚子那種很餓的感覺的話 反而會有反效果 你有沒有因為減肥 所以都不吃 有時候搖到過頭 一次吃太多 真的 電腦效果不好 不好 不好 是 好 我們今天就是這個腰果燉排骨 主要是因為腰果跟排骨裡面 它含有豐富的一個 蛋白質的部分 然後它有提供人體所必須的 一個氨基酸 是 而且這個腰果 它非常的特殊是 它含有豐富的一個維生素 譬如說它有 B1 它可以就是 增強我們的體力 然後消除疲勞的一個感覺 另外這個腰果 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因為 它主要含有油脂的部分 我的油脂 我每天都會吃一些這個堅果 堅果 核桃 還是說 腰果 杏仁果 對 都會吃一些 它的油脂主要是好的 它可以就是 它是 不飽和脂肪酸 它可以促進體內一個不好的油脂 譬如說 三酸甘油脂 或是低密度脂的蛋白 它可以降低 它可以調節血脂的部分 對 而且有一個美國的研究指出說 像我們每天女生 就是每週吃兩次腰果的話 跟沒有次的相比的話 它體重八年內 對 因為它是很好的油脂嘛 減重的人 他可以用這樣的油 取代這樣的油脂 對身體保養比較好 對 所以一起煮 腰果可以 可以 可以一起煮 就讓它煮個二十分鐘就可以了 好,來 好 再三道就是要用麵 梨 梨麥麵 對 我覺得那個控制體重真的很難 我自己曾經有因為要減重 然後就吃得很少 吃得很少 我還跑去運動 然後我運動 一個禮拜要運動到五次 後來我那時候就去量體脂肌量 不得了 然後我的體重是維持不變 一點 一點都沒有改變 但我肌肉量下降 也就是什麼東西上升 體脂肪上升 後來我就趕快去問教練說 怎麼回事 後來我的營養師跟教練說 因為你沒有吃東西 所以你運動消耗的 一定是你的肌肉 先消耗肌肉 對 所以你沒有吃到你一天 基本的手續熱量的時候 它就開始消耗肌肉了 對 所以這樣 不是說不能吃 對 愛吃 吃飽了才有力氣減肥 這句話真的應用在我身上 後來我就開始吃東西 然後以前是不想吃 不是為了減肥而不吃 然後就開始 強迫我自己吃一些好吃 好的東西 像這個藜麥 它的那個澱粉含量很少 它含什麼 含 很豐富的 還有 蛋白質 就是我們需要的胺基酸 所以藜麥這個是 就是含有胺基酸 它是紅藜 它被稱為 是古物中的紅寶石 真的 剛剛講到膳食纖維 大家想要如果要補充膳食纖維的話 大概就會吃哪些食物 大家知道嗎 膳食纖維 你說地瓜 地瓜 或是燕麥等等的 有 但我們的藜麥 比地瓜 地瓜的話是六倍 它的膳食纖維含量 然後是... 對 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意思是說我把它煮到涼麵 或是我用湯也OK就對了 對 吃藜麥麵 對 減重歸減重 吃還是很重要 我覺得尤其是吃什麼東西 像很多人用不吃 也不動來減重 是 你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嗎 除了剛剛提到那個 脂肪量會下降 最可怕的是 我們新陳代謝率會下降耶 對 就是你以前要吃到一千兩百大卡 後來它只剩下八百大卡 你就開始變胖了 然後再來你再不吃 它就變成六百大卡 所以你只要吃一個便當 你就會變胖子了 以前... 對 以前譬如說你要吃三頓飯 然後你因為不吃 所以身體整個機能往下降 那新陳代謝率非常可怕 是 我們一定要把新陳代謝率提高 胺基酸就可以幫我們 新陳代謝率提高 所以要吃 吃飽才會減肥 好 特別 這個麵就好了 然後我們放在冰水裡面 讓它冷卻一下 比較脆 脆一點 好 這梨麥麵這麼快 對 就燙個五分鐘這樣子左右 這樣很特別 感覺就很涼爽 對 好 所以它可以用 梨麥麵做成蕎麥瘦巴的做法 也不錯 對 好 那差不多冷的時候就能拿起來 可以拿起來 對 我覺得那個梨麥會火紅 也是跟我們體重管理有關係 在梨麥紅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探討 胺基酸有多重要 胺基酸對我們... 胺基酸是從哪裡來的 蛋白質 就是你要吃足夠的... 蛋白質 對 因為我們有足夠的蛋白質 你也可以睡得好 也可以做好體重控制 對 促進新陳代謝 對 很多人 腰到睡不著 真的 我就是... 真的 會腰到睡不著 不是說肚子腰的時候 我就不好睡 對 還不敢吃太飽 可是總要吃一點 對 很多人就說 我肚子好餓 晚上肚子好餓 就要去睡 整個晚上翻來覆去 反而睡不好 對 而睡不好會有什麼後果呢 其實體重管理 越來越糟糕 越來越胖 對 睡不好會變胖 腰化又不好 精神又不好 對 所以吃飽了才有力氣減肥 重要事情要講三遍 另外就是因為這道菜 我們想要就是在 夏天的時候可以吃 所以我這邊還特地 就是選擇用了 對 金桔它也是那種 柑橘類的一種 所以它像柑橘 我們吃起來都會有那種 微酸微酸感 對 主要是它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檸檬酸 然後蘋果酸 這些酸其實對於 就是我們身體的話 可以 是非常好的一個來源 而且也就是金桔本身 它其實含有很多的一個 金桔自己也可以種 可以啊 好像我們每年過年 都有一種金桔 然後到了那個落果的時候 我就把它... 把它攪起來 攪起來把它醃起來 就醃起來之後就會... 到了隔年還可以致咳嗽 是 其實這個冷麵非常簡單 就是麵燙好之後 我們就是小黃瓜切一切 可以放在旁邊 好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 紅蘿蔔 也可以放在旁邊 對 然後再放上我們的雞肉 這樣子 這樣配色也滿好看的 對 多吃一點蔬菜也挺好的 不錯 好了 好 謝謝 這樣很美耶 對 而且喜歡放雞胸 或者是雞腿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對,都可以 好 好 金桔最後再灑上去 對 金桔的話 我們的醬料裡面 也可以就是灑一點 或是麵上面也可以灑一點 可以促進你的食慾 然後它也可以幫助消化 如果 對 幫助消化很重要 醬油裡面放芥末應該也可以 對,也是可以的 其實我們要吃 吃法 對,芥末看你會多少 對啊 很美 那我們等湯好就差不多了 對 好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上菜 然後來分享什麼 胺基酸讓我們體重管理更好 上菜囉 好 好不好 我們就筷子都乾淨了 乾淨的先 要先把它拌一拌嗎 好 金桔先灑 先擠進去好不好 好 好 金桔可以幫助消化 對 好 旁邊這個還有醬 醬 對 你看你要用什麼樣子 都可以用的 這樣可以嗎 好 可以,謝謝 要擦金桔籽 好 都拌一拌 都拌一下 沒關係,我就可以撒一點 不用撒 我自己這樣 好,我也撒一點 好 我要撒一點 胺基酸 對 肉就是有胺基酸 或蕎麥也有 蕎麥也有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人 外食的人很多 然後大家都怪 外食才會變胖 可是 殊不知是你沒有吃對東西 其實外面有很多很好的東西 給你選擇 很Q耶 很Q哦 我來吃一口看看 很Q 好Q哦 而且就是這一份 其實是就是 兩個人份量而已 它滿多的 所以它就是會讓你有 比較更多的飽足感 這樣哦 這樣其實裡面的營養幾乎都有 這只是那個 青菜燒少一點點而已 就會要多一點這個小黃瓜 鍋一個燙青菜 對 而且蛋白質都有了 像現在我剛剛講說 現在很多人都是沒有辦法吃早餐 就是或者是一整天 就是只吃一個便當 或者是吃兩個便當 可是每一個便當都用 五分鐘把它吃完 那個對胃跟消化都很不好 然後我們有時候會太累了 太累了要紓壓之後 就吃很多零食 然後就暴飲暴食 然後我們就變成那種 那種 離型的 就很好 很壯放在 然後就 我們很怕那個肚子是大的 肚子一大 我們心血管的比例就往上升 所以我們體重控制跟我們的生命 也息息相關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辦法把那個 午餐什麼早餐吃得像皇帝 然後晚餐吃得像乞丐 現在現代人都亂吃 餓了 然後就去吃一個很... 譬如說炸雞排 就比較方便 麻煩你哦 但是我早餐自己都會串一些湯 放薑 放整個肉 對 這樣很好啊 什麼肉都可以 自己可以涮一下 或是排骨也可以 但我通常... 像這個湯我都忍然就好 我不會放過幾天 新鮮 對,新鮮的食材是很重要的 我春天放在那個湯 把保溫湖 保溫杯我把它帶出來 然後咬的時候就打開喝喝 對 像你說如果營養不夠 晚上睡不好 有時候營養不夠也有關係 對 像剛剛講到就是有關飲食 會造成體型的一個肥胖之外 如果你睡不好 或是就睡眠時間比較短的話 也會去影響 像很多人覺得 我工作這麼辛苦 我加班、熬夜、睡了少 就覺得我應該 消耗的熱量會更多對不對 其實不是這樣子 其實如果說你睡得比較不好 然後睡的時間又短的話 身體會做一個調節 它反而會 沒錯 對,像有研究指出說 譬如說它一個晚上 它睡得好的話 可以多消耗三百大卡 但是如果你睡不好的話 反而會降低你的 新鮮代謝率之外 還會促進你一個飢餓感 你會更想吃東西 你吃了一餐可能就要 四百大卡、五百大卡 就是新鮮代謝率降低 然後又增加吃的東西 反而更容易變胖 對 真的 像你自己會有感覺說 你前一天晚上去秤體重 如果你今天晚上睡得很好的話 你早上起來 你大概會掉零點三到零點五公斤 對 可是你如果那天睡不好 你 你一公斤都不會掉 甚至可能你晚上起來喝個水 然後再繼續睡 那個比你前天晚上秤 還要再重一點點 我曾經發生這樣的事情 吃炸 對,就是我如果那天睡不好 我隔天居然比前一天晚上 還要重耶 就很沒有道理 你知道物質不滅定律 我呼吸也應該會消耗一點 對 可是沒有哦 你睡不好 反而整個水分 你身體的單瀉都變低了 對 然後它促進循環也變低了 就等於就停滯在那邊這樣子 有什麼方法可以控制一個體重 像我們有時候 我們可以譬如說 當然是多運動 但很多人運動可能比較沒辦法 但是我們譬如說 降低就是 譬如說你可以走樓梯 然後減少坐電梯等等的 或者是說可以多曬太陽 因為多曬太陽 也可以促進你的身體一個代謝 然後促進一些氨基酸的一個轉換 走路 對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要 因為身體就是水 大概是六十到七十百分 你多喝水的話 可以促進一個身體的循環 然後促進代謝 促進脂肪的一個熱量的消耗 對 再來就是還要睡得好 真的 對,剛剛講的 睡得好很重要 這倒是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 我們管理體重 不是說要靠運氣 吃得好 睡得好 都能夠把體重控制得很好 然後吃得好 我們剛剛提到 胺基酸很重要 我們體內必須胺基酸 還有一些 我們必須要加上去的營養素 譬如說膳食纖維這些 都可以幫助我們身體變得更好 然後睡得好這件事情 像很多人說 睡著也能瘦 這句話沒有錯 睡著也能瘦 你好好睡一覺 你一定能夠瘦 而且你在睡覺的時候 瘦體素才能發 才能分泌出來 讓你變散的激素 才能夠分泌出來 如果你如果睡不好 你沒有瘦體素分泌出來 你反而沒有辦法 所以我其實我自己會在 我結完婚之後這一段時間 我一直在努力的 控制自己的體重 所以我就想到說 胺基酸這麼好 因為我自己當醫藥記者很久 我想胺基酸這麼好 然後我們一定要去攝取到 很好的胺基酸 然後我又找到這個 很棒的 我們拜現代科技之賜 它這個裡面有 二十一種我們必須的胺基酸 然後其中有八種胺基酸 是我們身體不能合成的 然後而且這個很厲害 它還得過國際發明獎 為什麼它得國際發明獎 因為它裡面添了一個 很特別很特別的東西叫 最近不是那個農民很慘嗎 有沒有 可是這個老闆很棒 他就去把農民的 那個柑橘藥果是 那種甘蔥 小到甘蔥 甘蔥小孩 還沒有長大 就先把它摘下來 來做柑橘藥果 柑橘藥果裡面的成分 非常特別 它可以讓我們的身體代謝 變得好對不對 像柑橘藥果裡面 它可能就含一個 西弗林素的部分 它可以促進我們體內的一個 譬如說我們攝取一些葡萄糖 或是脂肪的一個代謝 然後轉換成熱量消耗這樣 像我們這道菜裡面 也有含荊棘 它也是柑橘的一種 對 也是有這樣的一個功效 柑橘的朋友 對 對 對 所以除了剛剛提到柑橘藥果 非常棒之外 它裡頭有 兒茶素對我們身體的多酚 它 抗氧化的能力非常好 白聖豆 明日夜 這些還有我們講的那種 小麥萃取 這些都會讓我們能夠好睡覺 跟體重管理也很有幫助 對 這吃熟的人不可以吃嗎 可以 這種是熟的 奶蛋素也可以 所以我自己的吃法是 我在運動前我會去 因為它會提高我們的新陳代謝率 對 然後我運動我就會事半功倍 我出去跑步的時候 我會吃兩顆 然後睡覺的時候我吃兩顆 就吃兩顆 然後我如果沒有出去運動的話 我那一天晚上睡前我就吃四顆 因為它最多吃四顆緊夠了 非常好 它的胺基酸含量非常的多 我剛剛講二十一種胺基酸 都在裡面 我們身體必須的胺基酸 都在裡面 所以有在運動的時候 有吃兩顆 它會有一些什麼效果 它可以幫我們的新陳代謝率提高 譬如說我今天跑一個小時好了 跑一個小時頂多消耗兩百多大卡 對,差不多 真的 我自己看過卡路里計算表現 剛剛那個便當可能要跑到四個小時 才能跑完 但是我們如果新陳代謝率一提高 可能我們跑一個小時 雖然一樣是消耗兩百大卡 但是我們體內已經消耗到四百大卡 它體那個基礎代謝率 就往下降了 我們就是一樣消耗兩百大卡 可是我們體內已經 可以讓我們的脂肪不要再堆積了 然後重點是 就是晚上吃這個的好處是 胺基酸能夠穩定我們的神經 對 讓我們一些促進我們好睡眠 等等的 而且加上因為胺基酸 它促進新陳代謝 通常我們一天下來 早上的時候 我們代謝是比較好的 晚上代謝是變差的 所以你晚上補充的話 晚上還可以提高你的代謝率 等於早上、晚上都在促進你的代謝 是 另外胺基酸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因為耳大造更年期婦女 它是因為軟巢的一個分泌履性荷爾蒙 它是開始衰退了 像這樣子的話 胺基酸它可以穩定 我們體內的一個荷爾蒙 或是調節一個生理機能 所以在更年期婦女 如果適時的補充的話 其實可以穩定 因為更年期所帶來的 不適的感覺 對 是 請婆子來跟我們做一個總結論 怎麼樣控制我們的體重 就是我們除了一般來講 我們可以運動是最重要的 然後還有水分 一定真的要喝到足夠 再來我們要睡得好 好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嘉義姐有講到 我們要補充就是胺基酸 促進我們體內的新陳代謝的部分 其實不只是婚後會肥胖 其實像工作 你工作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比較繁忙的時候 比較不會去運動的時候 你的代謝也會變差 所以適時的補充也是很好的 好 天氣這麼熱 今天跟我們分享的涼麵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梨麥哦 不錯耶 還滿好吃的 QQ的 對 你要煮湯的其實也可以 就有一個 那就是說 還分享一些 怎麼樣控制體重的祕訣 我們必須要補充什麼 這個都是要學習的 今天非常謝謝你跟我們分享 謝謝你 謝謝 只要親兩個 好 謝謝 這 flauten 我都著醜 他說 餅 手 歹